Canva的今年對於AI的投入簡直到了瘋狂的地步 我在最近花了很多的時間去探索Canva裡面好用的AI功能 真的太多了 很多AI功能都搶得很深 大多數人都不知道 但這些功能又非常好用 這期影片我就告訴你在Canva裡面的23個AI功能 你一定要認真看完這期影片 嗨我是Greyson 這頻道主要是泛關於YouTube頻道運營 流量變現一直網路穿越內容 我每週會分享三部影片 誰要記得訂閱網頻道 首先第一功能就是PRISMA 這個功能需要你返回到舊版的編輯照片功能 比如說這裡面我準備一張照片 然後選擇編輯照片 在這裡底下我可以使用舊版的編輯器 然後選擇改回舊版編輯器 這時候就發現我變成了舊版的編輯器了 然後在最底下你可以查看到PRISMA這個功能 它的作用就是使用AI的技術去把照片變成一幅畫 這裡面我可以選擇不同的風格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種風格 就可以看到我的照片就變成了這樣子的藝術形式了 我也可以嘗試一下使用這種 現在就變成了這種形式了 所以這個功能還挺好用的 就是能夠把照片變成一幅藝術的作品 先看吧暫時沒有把這個功能去放到新的編輯器裡面 希望能夠在之後放到新的編輯器裡面 就不用轉化成舊版的編輯器了 下個AI功能就是照片的自動條件 除了剛才介紹的PRISMA之外 這期影片所講到的其他功能 都是能夠在新版的編輯器裡面找到的 我要選這個條件 然後這裡面有個自動條件 像AI就幫助我自動調色了 你可以看到這些數值都是有經過調整的 然後我可以在手段去調整一下它的數值 都是可以的 比如說調些亮度 它變更亮一些 給它減少一些白色 這些都是可以的 下個功能就是魔法展開功能 比如說現在我準備了一張照片 它上下兩個區域還是有空白的 我就可以使用魔法展開功能 去填補這些空白區域 還有選擇編輯照片 這裡面有個魔法展開功能 然後你可以選擇尺寸 比如說自由形式 完整頁面 1比1 還有其他尺寸都是能夠選擇的 我選這個完整頁面 然後選這個魔法展開 像你就可以看到Canva的魔法展開功能 就幫助我去做出一個完整的頁面了 它有分為四種效果 這是第一種效果 然後這是第二種 這是第三種 這是第四種 我認為這功能還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這四種效果你都不喜歡 你可以選擇這個產生新的結果 接下來功能就是 魔術橡皮擦功能 在編輯照片選項底下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魔法橡皮擦 在左邊你可以選擇這筆刷大小 在選擇完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需要擦除掉哪個元素 比如說我需要擦除掉這個元素 我就可以對它進行塗抹 現在AI就處理了 現在可以看到剛才那個元素就被擦除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還有一些陰影的痕跡 我可以再選擇一下 去讓AI再次處理一下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剛才陰影的痕跡就完全消失了 並且這個線都是連在一起的 這個功能也非常強大 下一個功能就是 魔法編輯工具 這個工具在這裡 我還是使用這張圖 它的功能就是 能夠讓你在選擇區域裡面去生成你想要的元素 比如說這裡面我塗抹一下 我選擇還是這個區域 然後選擇繼續 這裡面我就可以輸入我想要建立的內容 比如說我選擇讓它生成一根紅色辣椒 我選生成 這裡面就可以看到它是生成辣椒了 然後這是第二種效果 這有點不符合 然後第三種效果 這個比較真實 但是它沒有生成一根辣椒 是生成了多根辣椒 然後這是第四種效果 如果不喜歡的話也可以選擇這個產生性的結果 下一功能就是魔法抓取 你可以看到我準備了這張圖片 這個AI功能真的非常神奇 它可以讓我去抓取這些元素 然後可以挪動這個元素 我可以選擇魔法抓取 現在你可以看到這個元素就脫離了這個畫面 我是能夠到處移動的 下一個AI功能是抓取文字 你可以看到在這張圖片裡面 我這文字是本來屬於這張圖片的 但如果說我想使用這照片的背景 而我想要更換這文字怎麼辦呢 我就可以使用這個抓取文字的功能 現在你可以看到這文字就被抓取出來了 還不是特別的乾淨 這個時候可以使用魔法橡皮擦的功能 把這些黃色都去除掉 這個時候剛才的黃色印記就沒有了 然後就可以加入一些新的文字了 這個時候可以引出我們的下一個功能 就是使用魔法切換翻譯的功能 比如說我想把這個英文文字去翻譯成中文 我可以選擇這個魔法切換 這裡面有個翻譯功能 我可以選擇語言 比如說繁體中文 然後選擇套用這什麼頁面 這裡面只有一頁就選擇一頁 然後選翻譯 現在就翻譯了 這時候你就可以看到 它就翻譯成了中文了 下一功能就是魔法變形功能 想要找到這個工具 你需要選擇應用程式 然後找這個綠色的標誌 魔法變形 它功能就是 你可以選擇設計裡面的一個元素 然後去提供一個提示 就能夠對它進行轉換 比如說想改變下這文字 我就選擇這文字 這裡面就可以輸入一些文字提示 比如說把它變成氣泡的文字 然後選擇魔法變形工具 現在就處理了 現在就可以看到 就根據這文字 生成了四種氣泡的效果 這是第一種效果 然後這是第二種效果 第三種 然後這是第四種 會給你的設計 帶來更多種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CAMMA裡面的元素 也是能夠進行變形的 比如說選擇珠寶 然後選擇魔法變形工具 就可以看到 我這個元素 就變成了這樣的形狀了 下一功能就是品牌口吻 想打開這個功能 需要選擇品牌 這裡面可以找到 新增品牌口吻 它的作用就是 去描述一下 你自己品牌獨特的個性 然後你想要和觀眾 怎麼樣的构投方式 比如說我品牌口吻就是 充滿自信 友善 然後選擇儲存 這樣做的好事就是 在你使用CAMMA 產生文本內容的時候 它會根據你剛才輸入的 品牌口吻去進行生成 就讓你的文字 能夠更符合你的品牌 現在你可以看到 我可以使用它 去產生一個 符合品牌口吻的文字了 比如說我輸入這個提示詞 然後選擇產生 這個就是 CAMMA根據我剛才輸入的 品牌口吻去生成的文字 這會展示給你 更多CAMMA的AI功能 不過在之前 如果你喜歡這期影片的分享 喜歡這部影片 點贊 這是對我的最大的鼓勵 還有支持 下一個功能 需要你首先來到運用程式裡面 然後你需要找到這個 Advertise 把它內容AI 然後選擇這個標誌 它的功能就是 能夠幫助你去生成數字人 這裡面你可以選擇不同的人像 比如說我選擇這個人像 然後底下可以選擇中文 這裡面可以輸入一些你想要踏速的話 在底下你可以選擇一個聲音 這裡面我需要選擇一個女性的聲音 然後底下就可以選擇生成影片了 現在就可以看到 它就幫我生成一個影片了 我可以來播放一下 你可以看到就是這樣的效果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影片 它是有一個背景的 這裡引出了我們下一個功能就是 你可以使用CAMMA的AI背景印出工具 我可以首先給這畫布去加入個顏色 比如加了個黃色 這時候你就可以清楚的看到這個影片的背景了 然後我選了編輯影片 這裡面有個背景輸工具 現在在去除掉它背景了 現在你就可以看到 剛才的背景就被完全去除掉了 非常乾淨 我可以來再播放一下 嗨,我是Jen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下一個功能就是 Melody Muse 還需要在應用程式裡面進行搜索 然後你可以找到這個標誌 它的功能就是 可以讓你在輸入一段畫之後 去幫助你生成音樂 你可以首先描述一下音樂 這只能夠讓你去英文進行描述 然後你可以選擇音樂的長度 比如說它是5秒鐘的 它最常實現是10秒鐘 比如說我讓它生成5秒鐘的音樂 然後選擇Generate 現在可以看到在這裡下就生成了一段音樂了 我可以來播放一下 下一個功能就是文字轉影片的功能 你首先需要打開Canva的魔法媒體工具 你可以來到應用程式裡面 然後在熱門選項底下 就可以找到這個魔法媒體工具 這裡面你需要首先輸入一些提示詞 比如說這提示詞是以專業的電影攝影風格 去呈現窗邊桌上擺放的老舊書籍 然後選擇這個產生影片 現在就可以看到Canva AI就幫助我生成這樣的影片了 當我把鼠標移動到上面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播放 我可以把它拖到畫布裡面 然後對它進行播放 它屬於這樣風格的顯得非常真實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文字轉圖片的功能 還是一樣你需要輸入一些提示詞 比如說人們在忽然的房間裡面去同桌吃飯 這個屬於是18世紀的 然後底下可以選擇不同的樣式 這裡面會展示出一些樣式 當你選擇查看全部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更多樣式 比如說我選擇電影感的 然後底下可以選擇寬高筆 這裡面我就選方形 然後選建立影像 這裡就可以看到Canva AI就幫助我生成了四張圖片了 這是第一張圖片 然後這是第二張圖片 然後這是第三張圖片 這是第四張圖片 你可以看到整體的效果還是非常不錯的 這裡面還有個另外功能就是 你可以把一張圖片去變成動態的影片 比如說我選擇這張圖片 點這個三個點標誌 然後選擇這個產生影片 這裡可以看到Canva就把我剛才的照片去變成影片了 我可以播放一下 你可以看到人物會有些變化的 所以這個技術還不是太成熟 類似的功能還有Imagine 它也是能夠讓你去文字轉圖片的 這個你是不能夠輸入中文的 需要輸入英文 比如說我這個提示詞是在下雨之後 有一個橫跨天空的彩虹 可以去看一下效果 這裡面它就展示出了兩張圖片了 它屬於這樣的效果 還有一個相同功能就是OpenAI的Dale 它也是能夠讓你去輸入文字 然後去生成圖片的 還是一樣 這個功能也是只能夠讓你去輸入英文的 比如說我輸入提示詞是 繁高風格的畫 主題是在太陽花蟲裡面站著的貓 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效果 現在就可以看到它產生了這樣的效果的畫了 總的來說還是非常準確的 下一個功能就是Sketch to life 還是在應用程式裡面 你搜索它名字 就能夠找到這個標誌 這個就是在你進行手繪的時候 它的AI就會根據你的手繪 把它變成一個真實的影像 這裡面我就打開了它手繪板 可以開手繪了 然後在底下可以輸入提示詞 比如說我選擇的是樹屋 然後選擇Generate 現在就可以看到 它就根據我剛才進行的手繪 並且輸入提示詞就生成了這樣的圖片 還是挺符合我的期待的 接下來會說到三個Magic Studio裡面的功能 但是在我錄製影片的時候 暫時只能夠使用英文的介面 才能夠找到這個功能 所以你首先需要切換成英文的介面 然後在你首頁上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Magic Studio 第一個就是Magic Design這個功能 它最重要就是讓你輸入提示詞 然後去讓它生成相對應的設計 比如說我提示詞就是 我都用夏令營展示的 彩色冰淇淋安全海報 這個就是生成的海報樣式 然後可以選擇這個海報 這裡面你可以選擇自定義這個海報 下一個就是 Magic Design for Presentations 還是一樣你需要輸入一些提示詞 這提示詞 當然只能是英文 因為我們的介面是英文的 現在就生成一些簡報的樣式了 比如說我選這個樣式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全部的頁面 你可以把它去放入到這畫布上面 這樣就可以看到這所有的樣式了 然後你可以對它進行任何的修改 再下一個就是 Magic Design for Video 它的作用就是 能夠讓你去上傳一些文檔 然後去幫助你根據這些文檔 去生成影片 你至少需要選了三個文檔 然後最多可以選了十個 在底下你需要輸入一些提示詞 然後選了這個Generate 現在可以看到 它就根據我剛才上傳的文檔 去生成了相關的影片了 也有包括影片的音樂 它上面還要幫助你去附上一些文字 最後面還有我自己的Logo 所以這也是一種快速讓你去生成影片的方法 你最喜歡哪個AI功能呢 可以在評論區告訴我 另外在這個播放列表裡面 你可以查看到更多Kama教程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想能做影片點個贊 訂閱我頻道 感謝更多關於Kama內容 追蹤我IG 人口有更多互動 那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